有沒有信心 有沒有信心 不要讓隊長對你們失望 一定要好好加油 待會大家就用心 帶著尊敬 畏懼的心理 鋪完你們將來 會走的這一段路 短短50公尺的天堂路 說長不長 說短也不短 但是這條蛙人必經之路 不由其他人代勞 就要由挑戰克難州的學員 自己鋪 石頭 硬 石頭 這麼硬 顧老師的特色 就是敲不碎也難磨平 堅硬程度更剩一般的小碎石 但要通過這段路 六天的地域考驗 一點狀況都不能發生 他腰擦好 都跑到大腿了 挺胸 克難州第四個夜晚 這堂客是蛙人操總驗收 但還在暖身階段 看眼睛 看眼睛 聽得清楚嗎 應該記得剛剛 打什麼 一 二 三 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什麼意思 潘韌祥 克難州之前 就有過暈眩症狀的潘韌祥 伏地挺身坐一半突然全身無力 瘫在沙灘上 旁邊的人怎麼叫 他一度沒有反應 送到救護站 潘韌祥終於可以答話 我有看到光在閃 你看到光在閃 對 剛剛有頭暈嗎 我沒有 沒有喔 都快到天堂路的入口 這時身體不聽使喚 潘韌祥再怎麼想撐 也還是被退訓 開訓16人 到第四天剩下10個人 這人數是集訓隊 有史以來最少的一梯 而這10個人也終於撐到最後的18個鐘頭 第五天的最後一堂課 是戰場傷患後送 五天操下來 已經累到幾乎沒知覺 大腦不太能運轉 這時候要扛起弟兄跑步 大多數人反應都會慢半拍 但大約跑了兩公里 又有學員出狀況 你不行啦 你上車 你不要害你了 頭起的受傷 你上車 你上車 我不要 起立 我不要 你把你同學丟下來 你不要什麼 上車 我不要 上車 這一堂課就到天堂路 李偉忠卻在這個時候 冒出一句不想跑 表現也瞬間怎樣 一二三 跳 喂 李偉忠 你自己不能解釋 你不要按頭路 你陪你不能解釋 我跟妳講 快點快點 這誰啊 李偉忠 偉忠 你不管嘛 你就一直往前 偉忠 你管你第幾個 處理就好 你不要管第幾名 快點 重點是過完幾天 明天去爬天堂路 偉忠你有沒有聽到 重點是明天那條路 你怎麼不在 廢話 你要說很高人 你講這種話 五十公尺的天堂路 每一段都磨難 學員最怕聽到的 就是教官要求退回上一關 很不希望聽到那個助教說 跳到最最第一關這樣子 崩潰耶 好不容易掉了五六關了 結果到最後 回去第一關這樣 對啊 你那時候第一次聽到 這個心裡 又滾回去啊 不然怎麼辦 我在心裡面 心裡面 很差啊 潘場又是第一個 通過天堂路的學員 也是這一期的第一名 爬最久的是學員長 中衛軍官馬承廷 花了一小時二十分 你知道你為什麼爬那麼久嗎 幫 學生學生丟臉 但是學生你精力在爬 因為你未來是當 徵收大隊的幹部 是 所以對你的磨練要特別的多 了解嗎 一度在退訓邊緣的鄭永成 上了天堂路 精神也來了 動作也比平常更好 其他學員 中衛軍官郭建宏 鄭凱文 士兵林義偉 李生峰 劉盛馨也都順利通過 九人過關 也是挖人訓 結訓人數最少的一次 只是這無法用人性看待的試煉 就曾經有人質疑 為什麼要保留